4月1号鲁茨,4月3号火车进葬 从取票进站开始,送给你最美的35小时 晚上9点从成都出发,第二天中午抵达西宁 换乘有氧列车,Z322载客930人 也就是说,在西宁停靠的20分钟里 我和900多人一起擦着同一趟火车的窗户 也从那一刻起,窗外的风景开始惊天动地 我们穿过下午一点青海湖的湛蓝苍穹 穿过三点,德林哈绵绵的风势亚丹 五点,昆仑山的烈日开始倾斜 七点,戈尔木夕阳金黄,城市浩荡 我守在窗前,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热泪盈眶 直到看着那个西沉的太阳,落进我心里的一个地方 网上很多人说,少年耳边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 所以旅行一定要年轻 他们说当你18岁时见到山川美景会很新鲜,很激动 28岁就只能安静地看着,没有了快乐 我不懂,为什么连旅行也要按年龄分配快乐 为什么连旅行都要变成贩卖焦虑的内容 我今年34岁,依然热爱自己走过的每一条路 依然会为美景尖叫,依然在人海奔跑 那天我和900多人一起,飞驰过暗夜的可可心里 我幻想着藏羚羊的眼睛,幻想索南达杰的雕像 直到第三天清晨的阳光,在拉萨亮起 梦安魂雨酒消,火车驶进西藏 在视频开头,我骗了你 其实这是我裸辞的两周年 32岁裸辞,34岁坐火车进藏 我想做的那些事,一件一件在完成 火车拉开了 管他几岁,时辰的风,在任何年纪,都一样珍贵